我们为了要让整个背景的部分能够 为了让背景的部分跟你的贯身能够处理同一个空间的感觉 所以我们势必要处理它的影子 要势必处理它的影子 处理影子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去加入一个 因为我们影子通常投影下去 它应该会有瓶子的一个形状存在 所以当然有的人会利用它瓶子的样子去做影子 那如果说你因为它现场打的灯 并不是那种单一Spalight的那种投射灯 所以它的影子应该不会是很清晰的边缘 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种所谓的 下面可能是它的后面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新增一个图层 新增了这个图层之后 我们在这个瓶声下面确定好之后 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 这边的工具的话 我们可以用多边形套索工具去处理我们的影子 那这个影子的话呢 你可以从这边 因为这个影子是我们凭空照的 所以假设你现在要这样子做 就拉一个影子的 约列拉一个影子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详细的这个部分呢 你要考虑到这个所谓的地板跟桌面的一个 投射会有一个角度的一个转折 那我在这边呢 先假设我先不去管那么多的话 那我直接的从这里去想一下 比如说假设你如果忽略掉 你就直接这样子拉上去 如果你要考虑到墙壁线的影子还要折线的话 那你基本上就要在这边做一点点的转折线 像这样不要让它是直线 让它转一个角度 那转一个角度之后呢 因为我们因为影子打的部分是 有点是属于所谓的散色光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在这边呢 约列的在它的这个范围之内 好 那我把这个影子圈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去上这个颜色 那这里的颜色的部分呢 可以利用它这里的黑色来去处理 那你注意看哦 其实我们在这里并没有所谓的 当时你在选的时候并没有做语化 那你如果一开始在做圈选的时候 没有做语化的值 那么你直接上黑色的时候 它就变成是一个黑影 所以来Ctrl Z回来 我现在呢 如果你当时忘了做语化 那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在选取的边 去做所谓的语化边 假设十个像素看看 让它的边缘呢 柔化掉 看一下它的感觉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影子 它是这样的一个影子 上去的一个感觉 一个影子上去的感觉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做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也有人说 老师那如果我不要做语化 我一样是直接这样上上去 然后呢 我在这一层 这一层 去做模糊可不可以 可以看一下这样子 诶 似乎也OK 似乎也是OK的 那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 通常我们这个 影子上去之后 它整体都黑黑 但是实际上 影子里头 应该还要有墙壁的细节 那等一下再来讲这个部分 那请各位呢 待会在Drink下面的这个涂层 新增 然后利用矩形选取工具 或者多边形选取工具 那你选取的时候 要做语化或不做语化 都没有关系 上上黑色之后呢 你可以再去做语 修改边的语化 或者是再加上高丝模糊 这个方法有很多种 所以你可以事先做语化的边缘 让它旁边打毛 不要那么锐利的边 那如果没有做语化 你也可以透过选取这边来补作 那补作完之后呢 你如果觉得还不理想 你还可以透过滤镜的模糊 来去处理它 所以基本上 有这样子的一些处理方法 那我把画面还给大家 那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才的那个影子 这样子做上去之后呢 如果用正常叠图的时候 它的影子是全黑的 大家看一下是全黑的 那如果说我用不同的叠图 它其实呢会有 感觉它是会在暗部的影子的细节 它还是会露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是可以考虑 比如说我用 塗层样式的一个叠合运算 不同的 不同的叠合运算方法 你可以把它关掉之后 看你的细节 看不看得到 好像这变量是完全没有 不行 那 到了覆盖 它会有 透出来 那柔光呢 是比较明显一点 那 时光的话 细节没有 那当然有人说 老师如果这边都不行 调透明度 这也可以 这样了解吗 因为你影子不能让它全黑 你全黑的话 没有细节 这个在我们视觉上面 是交代不过去的 所以我宁可让它 有一点点暗度 但是呢 要看到它 该有的墙壁跟地板的细节 还是要出来 还是要出来 这个是 第一种影子的一个处理方法 那有人说 老师影子我在圈的时候 在圈的不像 那怎么办 都不用担心 这边呢 请看一下怎么做 这个 我们都知道按Ctrl键 加这个小图 是会去选取它的范围 对吧 Ctrl键 按着 压小图式 它会把它的颜色的范围 选出来 范围选出来 选出来之后呢 在新的图层里面去填颜色 是这样 是不是填好了 填好了之后呢 现在影子的整个叠在瓶子的后面 看不见 所以呢 在这个影子的这个图层呢 我们就可以 用我们上次讲过的什么 好 紧斜 它导出来一点点 有没有 可是 这样子是平行光 比如说你的光 从正面打过去影子 刚好落到它的正后方 我们希望它的灯光 是有点偏上面打下来 所以你的收放 要把它压下来 那了解意思吗 那当然你可以 再让它再歪过来一点点 过来一点点 像这样 好 那这样子呢 就是你的影子呢 就已经做出来了 而且这影子 跟你的瓶子的样子 是几乎一样 那这样子 你就不用再去圈选你的影子 不过我们刚才 为什么不做这样子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如果你今天打的光 是那种投射灯 那你的影子应该要很像 那我就建议你这样做 如果不是投射灯 不是太阳光 你是一般的这种 所谓的慢射灯 比如说你的灯 你的头 你在打灯的时候呢 前面有加所谓的闪光片 或者是说 那个白色的布 把它雾化掉 那你的灯 不会是很犀利的 所以你的影子 也不会很犀利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的形状 样子大概像就好 所以加上模糊之后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这个方式的 也都是可以选择 制作影子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部分的影子的强弱 就看你自己觉得 哪一个比较适合 原则上就是说 你要看到影子里头 还有细节才对 不可以整个都黑的 那做到这样子 完了之后 其实我们大致上 会觉得说 那这样扣意啊 可是在视觉上面 我们希望它的那个 强度能够再强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影子的图层里面 再用笔刷 把它选用这个 有羽化边的 就是它的边缘是比较柔和的 然后透明度呢 可以降低的 降低到10% 然后我把 觉得地方 要让这个瓶子更跳出来的时候 我周边可以再刷暗一点 这边呢 可以再利用我们的这种 暗色的笔刷 来去加强它的整个 氛围 就是让它的这个感觉 它这边 一片暗暗的角落里面呢 这个瓶子 黄色的瓶身 非常明显的透露出来 好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 淡淡的笔刷这10% 慢慢去刷它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好 我们的这个部分呢 它已经边边 已经开始被我刷黑了 这代表我这个地方 我已经强调它的一个黑色 去强调它黑色的一个样子 当然你这个 涂刷的部分 也可以独立在另外一个涂层 因为独立在另外一个涂层 你可以去关掉它 比较一下它前后的差别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旁边被我刷黑过 跟没有刷黑之前的感觉是如何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制作影子的时候 你可以应用的方法有这些 目的都是怎么样 要让你的瓶子融合在你的背景 而且要能够凸显于整个主题画面里头 要让你让人家一眼就望到 这个非常的显眼 好 那做到这里的话 基本上我们的底图跟瓶子 就算是处理到一个段落 就算是ok了 好 当然如果在讲求细节的人 他还可以再去处理这个平角 底下这个部分可以再处理更细腻一点 不过在这里面我就不再去做这些更细的动作 因为你要做更细一点的话 你可能你的这个笔刷就要缩小 然后直接去涂这个很细腻的这些边 去加强这个细节 不过这个都已经是讲求很细腻的人 才会去做这些事情 那假设你的这个海报贴出来解析度 也没有要求到这么细腻 其实这样做已经交代了过去 那我们把画面拿换给大家 为了增加它的效果 就加上水 水花、水珠的部分 那水 水珠的部分是凝结在这个地板上 那水花喷洒的部分是直接好像 感觉哪一个脸盆拨在这个 平身上面产生了一个飞溅的效果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直接去做 试入 那刚才那个档案在下载这边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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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线这边就可以了 因为它目前来讲 你按打勾之后 它是属于智慧型物件 那它的这个物件 就要在下层 地板上层 你看一下它的感觉 应该在哪一层 你可以稍微自己看一下 原则上在这个地方 应该在我们的背景层上面就可以 但是地板 不能够遮住 地板基本上是不能够遮住的 那在这边的话 你放到这里来之后 那我们可以接下来再去 它是建议到我们 建层对翼的下方 像有的每一个层次的位置 你可以自己斟走一下看 是放在哪一边的感觉 会比较理想 那目前来讲 它是建议我们放在建层对应 那当然我们最后可以再来调整 那你放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下影像的一个调整 因为目前的这个部分呢 跟木板纹呢 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 所以这边的做法是从影像去调整 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是智慧型物件 智慧型物件的话 你可能要把它做一个解除智慧型物件的一个方式 否则的话呢 它没有办法去调整它 有一些功能它不让你调 来解除它的智慧型物件之后 再到影像调整这边 那这里的话呢 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把它的这个 保护度去除掉看看 也就是说它本来有蓝色 对不对 我现在把那个蓝色呢 去除掉 就是让它变成只有黑白的这种水珠 黑白的这种水珠 那这个加上去之后呢 通常来讲 要跟底涂的做融合了 通常都是所谓的涂层样式呢 要去调整 像色彩真纸 这个放上去 感觉上那个水珠就 感觉上就是泼在这个 地面上的这种 地板上的这种感觉了 那这个是Water01 利用这个水珠的 这个去除保护度 把它的蓝色去掉 然后呢 再利用色彩真纸的方式呢 去做叠合 去做叠合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呢 这个目前的水珠 感觉上呢 有一点点 不是很天然的感觉 不过 那当时的水珠效果 就是这样子 所以 基本上呢 我们目前来讲呢 为了要让它更好 除非你去找那个视觉上面有透视效果 那个水珠就是远方的比较小 然后近方比较大 当然有的同学会说 老师我们用这个变形啊 我们可以用变形透视不是吗 对不对 那当然有的同学会这样想 没有错啦 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去调整它 去调整它 这个不是不行 但是要看你最终的一个感觉 是不是OK 是不是OK 像这个地方呢 其实可以缩小一点点 缩小一点点 因为这里没有水珠 其实也无所谓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啦 然后或者说 再来再拉放一下 缩放 把这个往下拉 让它透视感有点出来 这也是OK的 这也是OK的 我们最终目的就是 要让它跟它的这个背景的融合度呢 看起来是比较理想一点的 所以大家先做一下这个水珠的融入 然后我们再来做水珠的优化 先把画面还给大家 当我们做到这个水珠的涂层上来 看你要不要去拉那个紧斜变形 缩放变形 这个部分就看你的 你的感觉如何 你的感觉如何 那如果都OK了 那它本身来讲的色彩真值 其实有很多选项可以选啊 比如说老师 我喜欢覆盖的感觉 没问题 甚至有的时候 我要揉光的感觉 那其他的可能就 比较像这个 这个的时光的感觉呢 就更锐利了 但是它你的这个边缘呢 就要修了 当时就不能够露出一个角出来 那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其他的部分呢 来去做一点点的一个测试 有很多的方式 你就用箭头 你选了之后你不要离开这个部分呢 你就用箭头去跑 看它的感觉哪一个你觉得就OK 所以刚才在做那个傾斜变形的时候 上面 最看不出来的应该就是 色彩真值 跟这些 像这个就几乎感觉不出来 那边边有被 多挤进来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 Marter的这个 结合的一个运用 不管你们用哪一种 都OK 好 那假设我现在呢 要再去调整一下 那有的人就是会再更要求更多 所以他想要再去try一下 比如说呢 我这边呢 再用其他的效果来看看 用那个图层 新增调整图层的部分 来去试看看 比如他想要用色阶 然后这个色阶的这个图层呢 他想要再去做在这个图像的这个上面 这个新的色阶的这个调整图层里面 我们可以针对它应用到下面这一层 就是说点选只应用到下面这个Water01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 这个做上去之后 你可以关掉它的感觉 看效果如何 目前来讲 因为我没有调整之前 它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但是透过这个叠上去之后 只针对下面箭头朝下的这个影响的话 那么你去拉这个色阶 它就会有产生变化 比如说我这边 拉 拉 你可以看到左边的画面 其实就已经有不同的效果出来了 如果你的这个中间调的部分 稍微往左边偏一点 你的这个部分呢 会亮一点 那偏右的话呢 它整个会暗掉一点 但是水出会变得很清楚 那这边也是一样 就是看你自己的决定 因为你就是Designer 你要自己决定你的效果 怎么样 是以你来 以你的眼睛 以你的设计标准来做一个考量的 那这个做不做呢 其实就不一定要 只是说 它为了要增加它的效果的时候 有的人呢 会用这样的去调整它 甚至呢 还会再把它的这个透明度 填满了 再去调整看看 这个都是可以的 绝对没有说不行 那 就看你自己 在设计上面的时候 怎么去玩出你想要的感觉 那当然 我们至于说 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调整色阶 什么时候要用图层样式 那这些都是经验 这些大部分来讲都是经验 你有了这些经验之后 你大概就会知道说 原来我们的这些涂层可以这样子来玩 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 的部分呢 来去处理它 甚至有的人会说 老师 Water这个远方 我想把它擦掉一些 都不可以 都拿橡皮擦 然后在强弱的这个地方 流量的地方把它减弱 然后我在水珠的边缘地方 把它轻轻的擦掉 不要那么明显 当然你擦的时候 你就要选择 适当的底刷 免得那个 边边的那个 对立边呢 都会很清楚的显示出来 这个就是看你自己的决定 看你自己的决定 甚至连那个Flower的这个底边 也可以去 处理掉一个模糊边 因为一直有的人会认为说 老师这个边缘太过于犀利 那你如果太过于犀利了 你解除掉它的点阵化边缘 在边角的这个地方呢 其实你是可以用橡皮擦 轻轻的将这个边边擦掉 模糊掉 但是你在擦的过程当中 你还是要记得 不要让它产生很明显的那种 边缘的界线 可以利用这样子去淡化一些 你的边缘效果是没有错的 只不过在使用上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你的这个图层效果 显示的是不是就是你想要的 这个是我个人自己的编辑经验 并不在它的标准架案里头 所以我们在制作这些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透过一些这种工具 适当的去解除掉一些很锐利的这些边缘 去让你的这个背景跟你的物件的融合度 会产生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有关于刚才 外加的一个新增色阶调整图层 在这里 新增色阶调整图层 那如果你要快捷键 它是在上面这个地方 这个 色阶是这个 色阶调整图层 你可以从这里直接上来 这个加上去也可以 可是我记得我上次有讲过 还有下拉悬单这边 这边也可以 这三个都同一个 就都同一件事 好 那这样子处理完了之后 其实我的水珠已经 为我的这个主题上面 多加了一点分数了 那在不满足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得再来加菜 所以后面都是在做尝试 让你的内容感觉更棒的一些做法 所以你看 这个是泼水的一个画面 好 泼水的画面呢 进来之后呢 我们的开启这个档案里面呢 你把它丢进来 或者说你另外去开启它的这个素材的时候呢 因为它的这个本身来讲呢 我们把它拿到最上面 先打勾 丢到最上面 它本身的这个图形呢 它是白底蓝色的这个 这个噴溅的水件 噴溅的水花啦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想要去做这个地方的一些调整 那因为这个蓝色的水花 如果说 蕴洲老师 那一样画葫芦可不可以 噴溅的水花 噴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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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样的一个效果上面呢 不要直接这样子上去 因为显然 因为我们一开始都会这样做嘛 我们用这些不同的模式来去看看 这样丢上去 效果有没有达到 你会发现呢 好像在目前来讲 并没有一个比较明显可用的效果 这看起来像火焰 好 就目前的模式里面呢 并没有一个可接近的一个情形之下 所以我们势必要把这个地方呢 先做一下处理 先做一下处理 那如果说它需要做处理的时候 我们就建议先不要丢进来 我们先开启它的原始档案 好 这个噴溅的这个泡洒的水花 是 袁瘦老师这个怎么做 其实这个是在我们的一些摄影棚 比如说我用白色的背景 然后呢用高速的摄影机 或者是 快门呢拨到一千 五百一千以上的这个 然后有个人呢 就是把那个染了 蓝色的这个饮料水 然后把它拖出来 然后呢用高速的速度去拍它 可以拍到这样子的画面出来 好 这个是颜外画的 那 你如果真的要弄这些素材的时候 你就要去玩 真的就要去玩水玩相机了 那 很多 在网路上是有很多这种图 是可以抓来用的 因为基本上这也没什么版权 那 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颜色要先调整 首先呢 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这个照片呢 目前在刚才那个效果上面呢 并没有 直接的呈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呢 可能要先做一下调整 那这里的调整就比较 比较 难一点 所以我这边呢 慢慢的讲 首先呢 打开来之后 我们切换到色板 好 过去我们没有讲过色板 对不对 好 那大家看一下 所谓的色板呢 就是说 一个图 一个 一般我们电脑上面的这个图层呢 基本上呢 是由RGD三原色 混色出来的光的三原色 所以在这里面的 所谓的红 蓝 绿 就是RGD 这三个色板呢 特别代表它的强弱 好 比如说什么强弱 如果在红色色板里面的白色 代表红光是最强 最强的部分 好 那如果是黑色的部分 就代表这个区域 没有红光 没有红光 那你想想看 好 像这个地方是黑的 没有红光 只有绿跟蓝 所以你回到RGD的时候 这个颜色就是只有蓝跟绿 有时候绿色很弱呢 你看看 绿色这里是灰色的 所以它的绿光在这里并不强 蓝色这里呢 蓝色这地方也是有 所以它是蓝跟绿混合出来的结果 那红光这里的话呢 几乎没有 那因为蓝色它比较亮一点 所以代表蓝光在这里是比较强的 要记住 越白的就代表它的这个色光是越强 越强 如果RGD三个都很强呢 那就是全白 就是全白 因为红色绿色蓝色 如果三个都很强 叠在一起就是白光 就是白色的 这是我们光学三原理里面 大家知道要 应该要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现在就稍微记一下 RGD三个都最强的时候呢 就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其实大家可以玩一下 比如说我开启一个新档 白色透明 像这样好了 那比如说我现在一开始 在红色的这个地方 红色的这个地方呢 把它涂黑 比如说老师涂黑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 我现在用这个笔刷 涂黑 这不够强 涂黑 那就代表上面这里没有红光了 没有红光只有绿跟蓝 对不对 所以叠合起来就是蓝绿色 看得出来 那如果说 在这个地方的绿色 我也把它涂掉 那就只剩下蓝色了 有没有看到 只剩下蓝色了 这样懂的意思吗 有很多人 Photoshop学了好几年 那个色版搞不清楚 那这边稍微听听看 能够听得懂就吸收掉 那如果听不懂 再找机会试看看 所以呢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全黑的 在你的色版里面 只要是全黑的 就代表没有这个颜色 如果是全白的 就代表这个颜色很强 红色很强 这里很强 绿色这里也很强 结果三个都强 结果就是白色的 那有人说 老师如果三个都黑的呢 哇 它就黑掉了 没有红光 这里没有红光 这里没有绿光 这里没有蓝光 那就代表 在真实颜色里面 它就是乌七八黑的 这样子应该可以懂意思了 就应该可以懂意思了 那其实如果有交叠的部分 那就比较有意思了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之前会讲说 去玩那什么色彩三原色 色彩三原色 色彩三原色 可以玩玩看 不过那个有点点 很多人会有点搞不清楚 我开个这样子 然后我们用圆形 比如说在色彩里面 我这边呢 这个地方呢 把它的 我应该把三个全部都涂黑 先不要上色 我在这个地方全部涂黑 涂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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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蓝、绿 通通都没有 所以RGB就是一片漆黑 如果在这个地方 我涂一个圆圈 然后上白色 那就代表什么 在红色色彩里面的 红色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区域 是红光最强 所以RGB就红色 可以吗 那如果是绿色这里呢 绿色这个地方 开一个白色的 就代表它绿光最强 对不对 但是绿跟红 绿跟红 叠合 在光学三原色里面 它会产生黄色 有没有 那如果蓝色的这个区域呢 把它挪过来 蓝色这个区域也开一个 蓝色的 好玩的 这地方呢 你们看到这个地方是蓝色 然后属于中间交叠的地方 颜色 经过强度计算之后 它产生的这个交叠区的三个颜色 就出来了 好像懂 又好像不懂 对不对 这很正常 为什么 白色 白色所谓的 所谓的白色就是你的红蓝绿 是不是中间都是白色的地方 那三个都是白色 代表红蓝绿光都很强 都很强的结果就是 就好像大太阳底下出现白光这样 一片亮 红色色板 因为在色板里面没有颜色可原 它只有黑跟白 因为黑跟白代表强弱的意思 白色就是强 白色就是最强 黑色就是最弱 所以在色板里面的地方 如果呈现全白 就代表这个地方的红色是最强的 红色是最强的 所以在RGB里面 是不是这块是整个都红色 可是这里面又叠到了什么 绿色的白色 绿色的最强的玉光 又叠到了蓝色的最强色光 所以这两个角落 经过叠算的结果 会出现黄光 会出现紫光 OK吗 那中间这个是不是又三个都叠在一起 大家都最强 所以全部都白色 就变白色 这就是色版 很多人Photoshop学了很久 色版搞不定 色版搞不定 那这个是很好玩的东西 当然你就是慢慢的 你有在做这个 你有在做这样子的这个 玩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因为我上色的时候不能上到 不能上到RGB 能连取 我要上在色版里面 然后这样子才会呈现叠色的效果 产生叠色的效果 那其实过去 过去 向前向前 在过去呢 有一个 过去的一些练习体里面呢 会有一些 早期有一些 坊间的认证的 像TQC 它 它会有所谓的一些设计的题目 其实它的题目有一些是蛮有意思的 可是呢 我还是要回归到一个设计程序里面 它的题目没有不好 只是说 它都给你准备素材 所以很多学生练完了之后呢 它根本不会设计 因为素材都被人家帮你准备的 真的要叫你接一个CASE 叫你准备素材 哇 不错 没有用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要提醒大家一下 那么同样的情形呢 我这边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一张照片 我随便看一个照片 媒体柜 找一张照片来开 像这样子 它的RGB色版 是不是 红 蓝 对不对 红光 是这样 因为这张照片是不是整个偏红 石头 所以它下面的 红色色版的这石头 应该其实都偏白色 对不对 好 那大概 绿光 就代表是这样 蓝光 是这样 就代表下面这个地方的蓝色很少 所以整个照片 最底下是偏 绿跟红 红的部分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说要玩所谓的颜色的这些色版的部分 有时候你可以这样子看 比如说我开一个矩形 假设 这边开一个矩形 然后在红色的色版保留 然后绿色的色版如果涂黑呢 玩玩看 哦 涂黑 涂黑 哦 啊 变这样 如果在这里面也涂黑呢 哦 对 这个什么效果 这什么效果 我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玻璃子 这是不是套玻璃子的效果 对啦 那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一块 我把它的绿色版跟蓝色版全部涂掉 只保留原来红色的这个区块 可是这边我并没有去处理它 我并没有像这边的涂一块这样给它 我保留的是它的那个强弱细节 对吧 它有明暗强弱黑白的细节 所以红光这个地方有它的强弱细节 但是没有绿跟蓝 所以自然而然就是全部红色 但是是有层次的红色 这个就是玻璃子的效果 好像懂了 那问你绿色玻璃子效果怎么做 把红色涂黑 然后把绿蓝色涂黑 绿色玻璃子效果有没有 开窍了 OK 好 这个地方找机会你们自己可以玩玩看 因为色版的部分 除了所谓的可以去解释我们这个光色三原色的叠色原理 也可以玩出像玻璃子的效果 那也有人用色版来选取物件 用色版的部分来选取物件 这个是都有人在做 好 那以上的这个是额外的补充说明 好 回归到正题来 刚才说啊 这个水波纹的这个波件的这个效果呢 我们要把它叠合到我们的这个 照片上面的那个海报上面去 那可能刚开始丢上去效果呢 没有很好 所以我们这边想要做一点别的事情 到红色色版的部分呢 把它选取红色的选取范围 好 Control 选这个小图 好 那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 以红色色版的强弱来作为我的选取范围 选取范围 好 然后呢 选取 载入为选取范围之后啊 我们呢 就是希望他 当然也可以就这样做了 你可以按左边这边 以快色遮色片的方式呢 去做一个载入为选取范围 这个 这样子 它会产生一个新的 产生一个新的 这个选取范围 只有这个 然后我们呢 在选取水珠之外的一个白色区域 那我看一下 先不要这样做好 先用红色的这个选取 先点选红色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 再来呢 在下方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 载入色范围选取范围 其实就按Control 按小图的意思 一样啦 一样的意思 那你这样子选取起来之后 就是我现在把红色的这个范围呢 做为我的选取范围 然后到RGB版里面的这个部分呢 去做这个选取 选取之后呢 把它做反转 看看 反转就是刚才红色以外的部分 反转出来 反转出来 然后 选取到了这个水珠区域呢 再去做所谓的Ctrl C 去复制 去做复制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呢 再把它切到你的这个 刚才那个练习版的这边来 然后 在它的这个Dream的涂层上面 这边就有点复杂了 去贴上 这样子 好 那大家看到这样子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时呢 我要它的水花 可是我并不是要它全部的颜色 我在它的这个色板里面呢 去选择的部分呢 是借用它的这个红色色板的选取范围 来去选取 那 而且呢 它选取的时候呢 还做了一个反转的动作 所以 当它带到这边来的时候呢 它上来的这个颜色呢 是水 水的颜色 偏蓝色的这个水波纹的一个效果 那 这个部分呢 比较啰嗦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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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有点复杂 是有点复杂 是有点复杂 那我们呢 可以把它的这个 大小呢 约列的调整一下 如果说你要拿到这边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概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呢 先丢进来 好 那就先丢进来 好 这个地方呢 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再讲一遍 利用 MART02的这个色板 那 选取红色的 色彩的范围 你可以按Ctrl 加上这个 或者是按下面 载入色板为 选取范围 你选取完毕了之后呢 那 接着呢 在RGB 要回到RGB 要回到RGB 这个动作 然后呢 然后呢 去反转选取区 所谓的反转选取区 就是 以红色以外的 这个颜色 其实就是蓝跟绿 就是蓝跟绿 等于你已经反转过来了嘛 反转过来了 在这样的一个 情况之下呢 去复制它 去复制它 这个时候呢 去Ctrl C 复制 然后再到它的上面来 然后去贴上来 那 这样的颜色 贴上来的这个 水珠颜色呢 就不是 就是 不是一般的 这个图片 不像说我们刚才一开始说 直接的用字录 去找到 那样照片 贴进来 有的人会这样觉得 比如说我贴进来之后啊 然后呢 再去做 刚才说 它叠算嘛 这样子可不可以啊 因为有人是这样做的 但是我刚才说过了 因为你这样带进来的时候 它颜色是 有点好像 拨到墨汁的感觉 脏脏的 所以呢 也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看一下 它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产生 这个 蓝色的部分 比较漂亮的颜色呢 带进来 那 不是直接 用这个方式 来去带 来去带 它 那 那也说 我们在尝试去改变 其他的 别的方式 就是 你一直换你都换不到你喜欢的 这个 这个好像接近蓝色 可是在外面 又没有了 所以都找不到 OK的 模式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设计者 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 他就尝试了 那 在他的这个 水波纹的 纹路里面 那 借用他的 蓝绿色版 的部分呢 去选 那当然同学问说 那老师 我们这个色版的选取 可不可以只选这两个 就是这两个 那这样选的时候 你看 他是整个 连这个边边蓝色都选起 所以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才不得已 才用选举区域这边 选完红色之后 再把它反转过来 就是不要红色的意思 反转过来之后 记得回到RGB 然后按复制 一定要回到RGB 再按复制 你不要在 红色的色版里面 就按复制 因为你没有回到RGB 来 你复制的是你红色的 这个色版里面的黑白色 而不是RGB 里面的彩色 那有这样一个概念呢 他其实要教我们什么 我们可以透过 他色版里面的这个选择 去除掉你要的 或者是指定你想要的颜色 只单独那个部分进来 所以 带过来的时候呢 就是把红光去除 你的蓝 你的水色才会比较漂亮 那这段的确有点难度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复制过来 那边蓝色不真实 所以要让它真实了 我们就 我们做呢 在这里呢 会有一个 曲线调整图层 一样 只影响它下面 这一层就好 好 那这个部分可以拉起来 也就是说 这里面的曲线调整图层 我们可以将它的这个 颜色的明暗度色光 调整到接近我们要的一个效果 好 这个曲线呢 可以稍微调整看看 那我在调的过程当中 它颜色已经在变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的感觉 好 如果是这样子 因为你如果 不单独影响这一层 你影响全部 那整个就变这样 那我只影响下面涂层 那它的效果是这样 那它的效果是这样 好 感觉上比较透了一点 因为原来这样子 水脏脏的 那调亮之后 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 可是 蓝色这个地方呢 还是有点 不好看 那我 为了要去调这个 蓝色的这个部分 其实呢 我们还可以再去 增加一个调整的动作 那调整 摄像把握度 这里 摄像把握度的这个图层 可以调 而且呢 在这里的话可以选择上色与否 一样 这个影响下一层就好了 下面这一层就好了 那目前的摄像偏红色 这个水有点带红色 调过来一点 因为 这个背景是绿色 黄色的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 黄绿色 或者是绿色 或者是黄色 都可以 然后这个保握度 保握度你拉高一点 这个地方的水的颜色 就会跑出来 那我们让它透明一点 不要有太多的颜色 虽然这里色像我们有 有调整到 那个 带一点点 什么样的绿色 这样子 如果说假设你这是 柠檬水 那你就可以带黄色 那这个 不要太强 不要太强 然后 那保握度这边 给适度的调整看看 大致上呢 这样子调整完了之后呢 那个水的样子呢 看起来是有了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 你的罐子好像被遮住了 好 那我们的主题不能被遮住啊 所以 原来水花 水花的这个 噴溅的这个水的涂枕 要加一个遮瑟片 加一个遮瑟片 然后呢 用笔刷的黑色 该藏起来的 涂掉一些吧 不要舍不得涂掉 这边呢 可以把它涂掉一些 然后 最重要的是 这里啊 要遮住 这懂我意思吗 你不能把主角的这个 Solo的这个 Lemon Juice的这个 Original Lemon的这些字 也全部把它遮掉 那遮掉的话 诶 那就主题都被你盖住了 所以呢 用遮瑟片的方式呢 去把你的这个水花 可以隐藏的地方呢 就把它擦掉擦掉 等于是涂黑啦 涂黑就遮住了 那就看不到了 那其他部分 你到底要让它显示多少 就可以了 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它 以上呢 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处理这个 拨件出来的这个水 的一个感觉的一种做法 那做到这里的话 其实也算OK了 也算OK了 那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这样子做呢 已经 明义上这样看起来 算是不错了 可是 你拿真的水去泼的时候 绝对也不是这样的感觉 还是有差距的 那 我们做过Voloshop的人都知道 一看就知道 就知道是合成的 那不管怎么样 在我们商品设计的时候 以行销为主题的这个 logo的这个主要商品 一定要凸显出来 旁边的都是最事 都是要让它更加的鲜明 更加凸显出它的一种清凉感 你要卖这个饮料 你一定强调的是清凉感 所以它才会去做这种 水珠水花的动作 那如果你没有做 水珠水花的动作 那个清凉感的感觉 没有 会比较少一点 没有那样的很明显的感觉 所以呢 它才刻意去设计这个水花 吞溅上去的一个感觉 那一个水花够了吗 其实呢 其实还可以再做第二组 是可以再做第二组 你就把同样的东西再复制一组 就是同样的东西再复制一组 然后 复制完一组之后 我看一下 复制图成 那你另外这一组 另外这一组 就可以把它 一样 缩小 旋转 转到这边来 然后呢 在遮瑟片这边 遮瑟这边来 可以把遮瑟片这边 用力的再擦一擦 这边可以再大一点 然后把 这边擦掉 好 这个不管怎么样说 我们的这个目的都是怎么样 都是希望增加它整个画面的一种 清凉感的感觉 好 那其实我们大家 在做这种影像处理的 你一看就知道 这两个水花是一模一样 好 看得出来吗 好 那要让它看不出来 就是遮瑟片拼命擦吧 好 这边擦 擦掉一些 擦掉一些 它看起来好像不怎么一眼就认得出来 这样子就好了 好 以上的这个是我们水花喷溅上去的感觉 那这边我们就先做一个ending 这样子好